路加福音八章十七十八节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 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显出来露出来 原文是有明显的清楚的众人皆知的意思 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 原文的意思是说来去来临的意思 其动词的时态是第三人称单数的过去被懂事 是指着一个人被上帝先知道 因此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原文 直接翻译就是 隐瞒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又进到公开的地步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直接翻译是说 所以你们要注意怎样听 这里不是要听众小心听 而是小心如何听 注意听比喻的方法 虽然耶稣没有隐瞒的意思 天国的原则也是 显明隐瞒的意思 但是我们要注意 因为正确听的 会有更多的 不正确听的 连他原来所有的也会不见 正如耶稣用比喻讲到 认真注意的会懂 不专心 不注意听的 反而会弄糊涂了 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撒末尔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 他之所以被神使用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从小就是一个听从神话语的人 在撒末尔记上 三章十节记载着 耶和华又来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撒末尔 撒末尔 撒末尔回答说 请说 仆人静听 仆人静听是注意 留意的听 听从的意思 希伯来文的时态是主动的分词 是有持续不断的听的意思 这里我们看见 撒末尔是带着顺服的心 持续专注的要聆听神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 能听的耳 不管是听道 灵修 读经 让我们专心 持久的听从神的话 好叫我们经历主的应许 有的还要加给他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